妻子的浪漫旅行 提前给大家订好了川菜外卖到木屋 并且还特意为大家做常得的米粉 以解大家的思乡知情 煮粉的空档 现在建议大家先吃较好的外卖 几个人坐下来猛吃美食 毕竟也是饿了一下午 而大家开动时 有谁注意成丽莎 她先是拿来好几张餐具 用力的擦手和筷子 接着用纸擦盘子 当时大家都已经在吃饭了 成丽莎一个人在猛擦盘子 擦得非常认真仔细 这一个举动就暴露她的解体症 因为其他人都是直接开始吃 开始用餐具 毕竟餐具都是新的喜货的 擦好了盘子之后的成丽莎 这才开始放心的吃饭 只是因为用筷子捞些奶做好的米粉时 因为米粉太好保质汤汁以外 见到了影儿的白皮事上 成丽莎连连说对不起 可以说成丽莎仔细用餐巾 只擦盘子的举动 意外暴露潔癖症也看得出 她生活习惯非常讲究 但其实论讲究还不只是她一个人 刘纯燕在相貌的生活中 也曾有如此举动 看当晚大家在一起吃饭 吃饭中途刘纯燕停下来又指 一个就 得擦手里的碗 应该是碗里面有点饭炸之类的东西 而刘纯燕擦得很仔细 都没注意一旁的喝酒在关注她的举动 喝酒还愣愣的看了一秒钟 或许是觉得有点意外 怎么会有人用餐尖纸擦完呢 而说到成丽莎的解体症 其实小巴也在文章中提过多次了 比如谢娜和尹尔等人 刚到布鲁塞尔时 一行人去买巧克力吃 就那种当地非常传统 百年老店的招牌产品 而成丽莎等谢娜买了之后 却要求自己先吃一口 就是不想吃谢娜吃过的 另外三人在墨干山的最后一餐时 尹尔想要用自己的筷子 给成丽莎加红烧肉 很客气的问她 莎姐要不要红烧肉 而成丽莎果断回答 不用 我自己来 其实就是不愿用尹尔的筷子 给自己加菜 其实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而且从成丽莎的角度来看 她有解体症也非常正常 因为成丽莎节目中也说了 自从嫁给郭小冬之后的第一个月起 就不再拍戏了 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而做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 成丽莎也是养成了姐姐 仔细对生活细节要求严格的习惯 况且 郭小冬也在节目中说过 成丽莎有公主 并且也希望老婆到交能收一点点 其实 郭小冬说成丽莎有公主病 也是说她生活中对某些习惯的要求很高 比如讲卫生有洁癖 在自己眼中 就是有点公主病了 毕竟郭小冬是农村出身 并没有那么多讲究 相反 隐儿和现奈 以及英才儿 工作相对成丽莎要忙得多 日常饮食多是在日主 所以对于某些吃饭的习惯 肯定没有那么在意 对比之下成丽莎的结疲症更加明显